见到你们都是很有心的 主大大祝福你们 兴望你们 加力量给你们 想不想啊? 想 阿里雷 阿里雷 神可以大大兴起任何愿意给祂使用的人 只要你心想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生命很大改变 1998年 经历四年充满 就是暴徒家安卡罗来到香港 那时候没有人参加的那个聚会 1998、99 都是安卡罗在香港举行聚会的 那时候他就按手 有很多人的 但是我见到我就出去 因为我之前也见过 Kathryn Kuhlman 傅二曼 在外国的时候 就见到Kathryn Kuhlman领的聚会 那他按手的人就立刻躺下 我就很好奇 我的人是不害怕的 不会怕的 耶稣有什么害怕 有些人就很害怕 而当我在1998年 他为我按手的时候 就是很震撼 他即时有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爱 是很…真的… 整个人是被震撼 很感动 很轻散 很舒服 然后接着我就… 同时我立刻很感受爱 又哭了很久 又很觉得被爱 被安慰 是… 我真的立刻说 我以前不知道 我可以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 我从那时开始 跟神的关系就有很大的分别 而接着就在事奉上很大的分别 就是为人祈祷 这也是无意的 有教友要求我 为他按手祈祷 赶邪灵 那么他几个人都经历到 圣灵的能力 然后按手 很多不同的经历 有些人就哭了很久 安慰 得释放 得医治 生命更新 也一直带着很多人去信耶稣 有医治 在那时 神感动我 更加对罪很敏感 以前我也会处理罪 但是我发现很多脱漏 而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什么呢 错误的观念就是 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我犯了这个罪 赦免就下次来过 没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每一次犯罪 都可以有一个后果 可以有一个破坏性 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就看到神可以这样 第一,跟他的关系这么好 第二,就是生命这样提升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 我心就说 我不想再浪费我的时间 不想浪费我的生命 很想大大给神祝福 神就给我的意念 就是一定要处理任何的罪 神很多次提醒我的 很多次 有些很少的事 一会儿我会分享的 有些很少的事 神就提醒我 如何让他改变 我希望 今晚你来到今晚 你的心里也说 神啊,我很想做你欢喜的事 可不可以一起向神宣告 神啊,我很想做你欢喜的事 我整个人得祢喜悦的 我整个人得祢喜悦的 你想得祢喜悦的? 有很多人他想做大事 不过呢 他是想自己做大事 他不要想到 我想祢祢喜悦 是什么神都欢喜 如果我们整个生命 神都欢喜 神一定会祝福的 这个信念 很多人有时 实际生活就不记得了 譬如一看到一个异性 很被吸引 就完全忘记了 教过什么 不要跟非基督徒拍拖 或者拍拖的时候 寻求神的心意 不是被恋爱带动 有很多人一进入拍拖 就立即忘记了 或者上网看到识情的 又忘记了 或者发脾气 或者猛烦又忘记了 又烦恼又忘记了 被人伤害又忘记了 这就是很多时候 人就会有很多脱漏的位置 圣灵就提醒我 因为在我经历圣灵 没多久之后 这件事发生 就是我一次的聚会 经历了很大的喜乐 一直在整个聚会 一直充满喜乐 一直在笑 我一经历喜乐 我的意念立即说 我很想保持这个喜乐 那我怎么做呢 我在聚会不断地 一路赞美神 爱神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学到 心开放 心灵开放 是可以随时经历圣灵的 不只是口说 是灵开放 心里面 在心底处中意神 即使是感受 喜乐 能力 整个人好像是神的能力 在那里走过 那次的喜乐 我一直在保持 而在途中 在巴士 我也在保持 我很想在我经历圣灵的时候 很想举起的时候 我的手就推到玻璃里 就不是在空中 我只是把手放在玻璃里 赞美神 而且在途中 一直赞美神 一直充满喜乐 这样回去 当我看到神这么好的时候 我全心回应 也说 神我愿意将整个生命给神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你想不想 你想的时候 你就会有动力 如果你不想 你就觉得我没有用 就不会有动力 那我们今次呢 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动一下 还是不动 为什么你们做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呢 他说 他说可以 他说 你试试你控制 不如我 OK 好 主题就是 我们靠主可以胜过 有什么原因 还没开 是吧 可能还没开 是不是要开 他开了没有 是吧 OK 好 我们靠主 他的银幕出了一件事 在这里 这里 这个 挡住了一些字 OK 好 我们靠主可以胜过所有的罪 当我们看中神 和多亲近神 就有力量 就可以完全被神改变 你看我的手指 直到我有个remote OK 好 有很多人的观念就是 我犯了罪不要紧 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这个观念就是 他不觉得犯了罪是很破坏性的 如果你听到一个人 他说 我自杀不要紧 总之要去洗胃就可以了 我吃了多少安眠药 去洗完 洗完就没有东西了 但是 我想大家都听过 我估计 大家没有试过 吃大量安眠药去自杀 如果试过的话 你去医院有时间洗胃 很辛苦 不容易 不容易度过 即是说 犯罪虽然神会赦免 但是有一个严重的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可以影响很多东西 如何严重的后遗症呢? 你和人骂完交 关系会变差 你和他复合是否容易 如果你和一个人骂完交 不容易的 或者你 伤害一个人 得罪了他 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总之有一个不好的见证 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个影响 例如 就算你预备侍奉 但你没有预备好 上台 脱脱漏漏 例如你领敬拜 做得不好的时候 也有一个后遗症 对自己和别人也有一个后遗症 所以 跟着说的 罪一定会有一个后遗症 罪一定会有一个后遗症 例如在图里看到 他受伤害的人 受伤害 被伤害的人也会受伤害 基督徒会如何呢? 当他经常在罪中 没有胆 不能说话 没有力量 被捆绑在罪中 也不能发挥 也不能进入神的计划 整个生命 是完全破坏的 因为被魔鬼留地暴 首先 我们要看第一点 就是很多人犯罪的原因 和藉口 为什么基督徒明知道犯罪不好 为什么还继续犯罪呢? 是因为没有敏感自己的罪 为什么呢? 这里写了几个原因 这些不算罪而已 很烦 人家骂我 当然不开心 不开心都是罪吗? 为什么呢? 我想问大家 不开心是否罪呢? 你被人骂完不开心 这个错不是起初是我们先错 人家先错 但是人家错 然后我们不开心 不开心是罪呢? 我自己给罪一个定义 是这样的 凡是规决神的荣耀就是罪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神的荣耀 天上的基督徒是如何的? 充满荣耀 充满爱 充满喜乐 不断充满神的同在 当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时候 已经是规决神的荣耀 有些人说 那做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赦免 在任何地方 我们烦恼 普通基督徒 我们如何赞美神 都不及天堂的基督徒 已经是规决神的荣耀 我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不过 有些人是故意犯罪 或者无意犯罪 譬如说 有生怒人 在祈祷的时候 敬拜又很烦 很无力 已经是犯罪 就是说 心灵里面是不通的 跟神的关系不通的 现在他自己移动了 就行了 就是说 不算罪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都是这样说闲话 他们都是这样发脾气 他们都是生怒的 这些就是一些藉口 他们说 我做了很多好事 犯这些罪也不要紧 有些人说 我奉献了很多钱 犯这些罪也不要紧 这些都是一些人的藉口 好了 就是说 人人都是这样做 我做没问题 每个人都是这样说闲话 有谁没有说闲话 有人敢跟我这样说 他说 当你经常说到追求圣洁的时候 你是不是做得到 就很大压力了 所以 不是要追求圣洁 而是追求神射面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教导 就是说 做不到的 你做不到就好像假无为善 所以 每个人都有罪 就求主射面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恩典的教导 就是说 你做不到的 所以求主射面就可以了 其实 有一个错误 就是原来犯罪一定有不好的后果 而我们追求更加爱人 爱神 关心人 处理所有的罪 虽然周围的人都说闲话 但是我一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一想说闲话 立即有二年提醒 现在你在说闲话 或者别人在说的时候 你听不对路 他现在在说别人的不好的东西 但是有些人照着说的 所以耶稣很久都照着说 甚至有些传道人都会说的 就是他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在他里面他就会觉得 每人都是这样做的 这也是本性 对不对 本性是否见到一个人不喜欢 是不好的 立即就会跟隔壁的人说 这也是人的本性 所以我其中一点就是说到 不要顺其自然 我们有些东西是顺其自然的 但是在罪圣情 我们顺其自然就会有不好的后果 好了 没有人做得好 所以我也不需要对付罪 每个人都不行 这也是一些藉口 或者那些人不好 当然要这样对他 如果对他好 就会被他欺负 他利用你的 这也是一些错误 人家不好 是否代表我们对他不好 不是的 因为他对我不好 但是我对他不好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不是好的见证 所以就算有人骂我们的仇 他骂我 难道我笑口齐齐吗 他的心就是说 神啊 你教导我如何处理这件事 更加荣耀你的 我不是代表 我容许他永远去除以伤害 我可以问他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 我有什么做错 我会认错 就是用一个方法 引导他 让他心里不开心的说出来 而不是跟他大骂 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骂我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 很不激气 那时候 我们的关系就破坏了 一次的罪 是可以破坏关系的 凡是规决神的荣耀 就是罪了 你们不要读我读了 因为凡是负面的 通常是我读的 哈哈哈哈哈哈 担心了 哎呀死了怎么办 忧虑了 烦恼了 埋怨了 灰心了 灰心了 灰心也是的 哎呀做到败了 哎呀没有希望了 没有力了 没有动力了 这也是规决神的荣耀 那你说 我真的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软弱的罪 都是罪 不过我们就求主赦免 求神你给我们力量 就是我们不能 我真的做不到 我想做做不到 不是我 有时候人会这样说 不是我责任 我真的做不到 但我做不到 这个也是罪 我们都求主赦免 求主给我们力量 能够有动力 有信心向前去 情欲 其实呢 我说男性 都一定有情欲 男性的情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图 就是说到女性和男性想什么 女性想什么呢 就是那个脑子里面说 比如说 被关怀 人际关系 这些是女性的 安定 男性想什么呢 足球 女性想什么呢 女性想 性 性 很多时候男性想的 就是这样 有很多男性来说 真的很难拒绝 在网上的色情 网上的影片 或者走过有个美女 或者很暴露的美女 她一定有很坚定的信心 大家这里没有结婚的姐妹 不要以为有个基督徒回教 她一定是一个好的 就是处理生命的 她一定要学处理生命 不学会处理生命的基督徒 一样 她回到教堂 她会这样想的 她会有这种意念 在她里面很自然会发生出来的 一拍拖就想着有什么 亲密一点 基督徒也会有婚前性行为 我说出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性 今天的信息是 靠着耶稣在所有的罪上得性 有些人说 这些如何处理 我会说到如何处理这些罪 这些都是不同的图画 就是说到人的骄傲 情欲 放屁 这些都是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雅各书长十节 因为凡遵守传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众条 这个经文 起初我不明白 为什么犯了一条犯了众条 我用一个例子 当我们生怒一个人的时候 我只是生怒他一样东西 心里面是否会不舒服 会失去了喜乐 祈祷的时候也会有障碍 然后如果他侍奉也会有障碍 我还是生怒这个人 里面有些阻碍 原来一样的罪 就会把整个人破坏 譬如有个人请你喝一杯牛奶 你一看 现在有烏鹰 他说不要紧 那只烏鹰就忽然走 但我不想喝了 因为 一点面烤 使全团都发起来 就是一点的罪 整个人就破坏 就是贪心 或者好像扫罗他那种质道 他整个人就一直破坏下去 任何的罪 即使在当时都影响整个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的仇 我们有什么坏的习惯 我想问大家 如果有人有看色情的影片 他是不是只影响他的眼睛 和他想到色情 他不是的 整个人好像没有盼望 没有力量 整个人都没有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 原来整个人是会受影响的 或者是女性 例如有些女性又会想 为什么他对我不好 为什么他不疼我 为什么他不关心我 为什么人对我不好 这些事都会影响的 当他处理不了的时候 心就很烦 这些事都会影响我们的 接着 犯罪带来什么的破坏性 这个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魔鬼 哈哈哈哈 偷走灵魂 这是我网上看的照片 就是说 魔鬼真的可以把人的灵魂偷走 真的可以透过不同的东西 有时透过钱 透过色情 透过人际关系 就把人的灵魂拿走 在江林多前书十章八节 讲到旧约的时候 他犯罪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有些人说 神很残忍 有没有搞错 怎么会杀死这么多人 这就是神的公义的一面 很多人接受神的爱 但是神的公义 他的公义是很绝对的 人是要完全 好像神一样这么完美 才不需要受审判 但是没有人是这样的 任何一样罪都需要受审判 当人一犯罪 不要悔改的时候 神一追吐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 所以我在神面前 我知道我犯任何罪 很多人会这样想 我有事奉 不过我有时是生气这个人 这个人也不听话 也不乖 那当然是生气 人也生气 他不知道 他就有借口 解释了为什么我生气 他以为这样不重要 但其实这件事 是令神很不喜欢的 大家一起跟我说 任何的罪都会令神很不喜欢 如果神追讨是很严重的 是没有人能支持的 所以我们一定在神面前悔改 就是任何的罪都会有很大的破坏性 而在阿拉利亚初期教会 这是新约 这才是旧约 在新约的时候 阿拉利亚和撒菲拉 他两夫妻都即时倒闭 就是神的审判 可以临到人的身上 犯罪也可以带来神的管教 我们读黄色的部分 万灵的父管教我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神会管教 神可以用什么方法去管教呢 环境 实病 可以使用内心的痛苦 当我们犯罪之后 内心会有痛苦 有痛苦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管教 神的管教好不好受呢 不要受的 真的有任何管教 或者譬如你受伤 有病一段时间 就是任何的事情 我们是不愉快的 就是病一段时间 或者不开心 重担 有没有试过不开心一段时间 这也可以是神的管教 让我们能够悔改 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 真是那个后果 都挺辛苦的 但是如果你走在圣洁里面 不是我们完美 我今天所说的重点是什么 一有罪就立刻处理 一有罪就立刻处理 一出现就立刻处理 这就是一个锁匙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总会有一些罪的意念出现 但是他一出现就立刻处理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最快的德性 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样的时候 一有做错 你求主赦面 然后你就感谢神 互动的行动 互动的祷告和行动 互动的祷告是什么呢? 一路爱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神就很欢喜了 世纪有没有这样说的? 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计我们 我们爱神 神就把我们放在高处 神就很欢喜了 所以我们可以触实这些应许 当我亲近神 我尊重神 神就很开心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有的信心 我亲近神 神就欢喜 我尊重神 神就喜欢 这样的时候 我们一路做神秘的事 我们的心里面 就有一个clear conscience 一个清洁的良心 一个清洁的良心 这个是很宝贵的 我相信大家 我们每个都犯过罪 我自己也犯过很多罪 犯罪有一个过程 未犯罪 有时候有种动力想犯罪 有种吸引想犯罪 犯了罪通常是什么呢? 就很内疚 又会怎样呢? 不敢祈祷 和神有一个距离 觉得有种难阻 又不开心 又烦恼一段时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件事 未犯罪有种动力 但犯完罪是不舒服的 这就是犯罪的后果 但当我们真的活在圣洁里面 不是完美 但一有犯罪 求祀赦免 有尽力去遵行神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松开 松开的时候是很宝贵的 这件事是无价之宝 因为当一个人 我经常都很悦 很重担 是很惨的 但当我们每天都说 我所做神喜悦的人 我可以开心 但有些人 神做喜悦的人都不开心 因为他们不习惯开心 我星期六就会说这件事 如何处理这些情绪 就是有时 无缘无故 也会有不开心 有不开心的习惯 经常有什么事 就算做好事 也会做得不够好 也会自己说自己 令自己不开心 就算做得好 也会有很多要进步 也会不开心 但我们可以学习 开心 不开心也是罪 不开心是罪 背着重担是罪 就是说神是想我们轻散 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那里 当你明白这道理的时候 原来跟着神的道理 是一定最好的 当我们任何一样不跟 都一定有破坏性 我希望大家 记得这几样的事 你就会有动力了 如果你想发挥生命 一定要处理罪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个人侍奉很多 但他又犯了很多罪 或者犯了一些罪 他恨够犯的 不是很大罪 不过他总是会生怒一些人 会伤害一些人 我想问你 神是否起义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 不要以为我做很多事奉 我带很多人信主 我们一定处理生命 当我们处理生命的时候 神会怎么样 很欢喜的 祂会欣赏你 祂会喜欢你 你做得不够完美 你求主赦免 然后你努力去做 神就会欢喜 神不是说你够完美 我才会欢喜 总之你悔改 然后你尽力去做 神就会欢喜 这个是否会令你松一点 不是我们做得完美 什么都 整个星期完全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想过不好的东西 整个星期都完全的结症 没有人是完全的结症 但当你有立即处理 神就已经欢喜 有做得不好 立即求主赦免 这样难不难? 其实不难 一有出现 立即求主赦免 立即处理 不难 一会儿我会再讲一下方法 还有犯罪被魔鬼留地步 这个经文 我相信大家听得很熟 不过是没有想到魔鬼的破坏性 人是没有想到魔鬼的破坏性 刹理到做什么? 无非要偷窃杀害巍巍 这里我其中有几幅图画 一幅图画左边就是离婚 有些人没有离婚 不过夫妻两个 确实不是很合适的 很不欣赏对方 经常都会说些 伤害对方 惊吓对方 令到对方不欢喜 这个是不是罪? 这个是罪 我们在婚姻里 应该尽量令到对方 被爱 被关心 你说不是 他很难支持 很难跟他相处 但你越是这样 他就越不改 但我们越爱他 又有机会改 尤其当关系是好的时候 我们更加努力保持 更加 就不会有破坏 像我和我太太 我是不想做任何一次 令他不开心的事情 我不想说任何一句 令他不开心的事情 因为他是在世界上 最重要的人 就是我们的配偶 而我能够做他身上 是更加 婚姻更加好 是否更加享受 但婚姻不好 是否直接受苦 所以这个是 爱配偶 是最有回报的 可以说 好了 接着就是 家庭 是否一个人发脾气 他自己有 他的伤害人 他自己也会受伤害 然后对方又低沉 他又犯罪 他又怨恨 他又怨恨 这个又厌惑不饶恕 总之 被伤害人的人 和被伤害的人 都被魔鬼留地步 都一直拆毁他 李克遜总统 是美国唯一的总统 是要辞职 其实真的很丑怪 对吗 是很丑怪 真的很丑怪 真的很丑怪 他一生很大的遗憾 我相信 打击 我们很难明白 不过我们也会试过 这些未必那么严重 一些情况 令到我们真的知道 魔鬼就可以用这些东西 令到我们这么大的破坏 还有最后 就是 真是沉沦的时候 是最惨的 总之这个生命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人 无论他情绪 和人的关系 说话 处理内心 全部都有很多污谓 很多问题 是这样的 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他在生命里面 他不知道他漏了很多破口 这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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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竹 山竹灵 你的窗会不会开了一点 让他试试进来 或者你的门开了一点 让他试试进来 我们不会让他有破口 对吗 有破口 刚才你没有破口 他的窗的试试会捐进来 所以你要找些东西 塞住他 对吗 我们让山竹一定要封实 比魔鬼更加要封实 所以这个 其实 这些道理我们知道的 不过 不知为什么基督徒 有很多脱漏的 因为觉得 不要紧要 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或者 人人都有罪 所以不要紧要 这些就是借口 对吗 就是我们有很多借口 当我们处理的时候 就可以处理到 好似跳快了一张 好 好 一起读一下 信着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他在这里杀种 这里杀种是杀的那些药 但是如果杀的是罪 是不是很严重呢 因为罪的长成就生出死来 其实很凄凉的 所以信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坏 一定有败坏 其实有很多 其实我认识一些传道 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 我很多地方都去 我有时发觉 有些人宣教 他真的可以是白做 有些人做事奉 因为他里面生命有很多破口 他有很多的怒气 很多的伤害 或者他为了自己的缘故 我要扩展我的领域 或者甚至教一些错的教导 让一些人去他那里 其实在我四围去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这些情况 有很多人 其实他本身 不是完全不好的 不过他在他好的里面 加侵很多不好的事情 以至他的生命破坏 就是信着情欲杀种 这句经文我希望大家记得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你已经传疑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记得 恐怕我们遭遇的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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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不能承担 其实我们的身体 哪个部分可以不要 如果神拿走 不重要的 有哪个部分可以拿走 不重要的 头发 其实任何一样东西 我们失去了 我们有时候就会很喜欢 但一失去 是没有人喜欢的 那些是不好的 但好的东西 你哪一样想失去 哪一样好的 比如一个器官 你哪一样不要 行不行 很难 我们都会很害怕 好了 这个经文 加拉太书5.19节开始 讲到不同情欲 我们只是读黄色的部分 因为这些是基督徒会有凡的 污蔑 仇恨 增敬 老怒 结党 纷争 贼道 有时候有贼道 有没有贼道 圣经说什么 下面读一读 黄色那里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有些人说 没有基督徒上了天堂 我想说 这个罪是可以叫我们落地獄 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 如果有贼道 一定要悔改 每一样的罪都悔改 悔改 有些人就是这样 悔改 耶稣赦免我的罪 悔改了 这个是悔 不是改 悔了 我会生气这个人 神来帮助我去看穿他 因为他也被人伤害过很多 我也伤害过他 所以他更加生气我 求主帮我看穿他 祝福他 遥恕他 未做得到 一天一天去做 做到我们都松了 真的能够祝福他 这样呢 你就放下这个罪 其实不容易 一有罪入侵了 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尽快去截了他 真是可以 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不知道将来去到天堂 会怎样 有多少个人 是回教会 甚至在教会侍奉 因为耶稣有说 全道奉命赶鬼行二能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真的有这样的人 我们不知道将来会见到 甚至有多少个 甚至有多少个出名的 我们认识的基督徒 甚至是全道人 结果是去不到天下 我不希望这样发生 不过真的会有的 所以这句话 大家可否记得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是不是很严重 是很严重的 所以希望大家深深记得 是很严重的 好 罪的破坏性包括什么 大家读一读指识的部分 与神关系 自己 魔鬼 与人关系 侍奉 首先是破坏和神的关系 疏远神 伸去神最好的祝福 神的祝福好不好 少一点好不好 不好 其实犯罪就是一定少的 人每天都烦 他会不会少这些福气 一定会的 所以我们尽快处理 其实不是很难的 星期六我会说的 不难的 其实就是 其实烦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而我们经常想着神的爱 我们就把烦恼放下 不用担心神会照顾 神真的会照顾 我们天天宣告 就越来越改善就可以了 其实什么时候都是 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 给我 那些人就放手 这是需要时间的 但起码开始这样做 然后就是自己 没有平安 没有力量 生命逐渐破坏 很多人破坏 首先是婚姻破坏 家人不开心 灭了 跟太太的关系 跟丈夫的关系有问题 跟子女的关系有问题 然后事奉有问题 跟人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 整个生命会破坏 然后魔鬼就 被魔鬼留地步 还有魔鬼一定会偷窃 还有他可以附体的严重的时候 跟人的关系就破坏 人际关系 破坏了 会否容易恢复 不容易 真的很难 所以我们想发皮 真的想过先 想清楚 然后就不要发皮 不是想清楚 又发皮 还有就是侍奉 一个侍奉人员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 如果我犯了大罪 我还可以这样侍奉? 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保守 要珍惜 我懂得有牧师 我自己个人懂得的牧师 是因为犯罪而不能继续侍奉 是否很可惜 是很可惜的 所以魔鬼是 他不会留地步的 罪是一路破坏下去的 OK 另一件事 就是 神的手有没有可以脱离 走不脱离 神的手之那 对不起 让我转回 再去那里 我们可不可以脱离 神的手之那 不可以脱离 没有人脱离 神的手之那 不过很多人以为他可以 为什么呢? 他犯罪 不要紧了 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种观念? 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观念? 不要紧了 可以了 我下次悔过就可以了 但其实是没有人脱离 神的手之那 一起说 没有人脱离 神的手之那 神一定知道 神知道我们的心 神知道这个人 到底爱神有多少 我们爱神有多少 我们处理罪的心有多少 神是全知道的 神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 当你真心爱他 神是否喜欢他 神喜欢他 就有一张好东西给你 我鼓励大家 真的走上神的路 不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我刚才也说过 你做得不好 求主赦免 然后你有点准做得好 神就立刻宽利 是不是容易? 你一做得不够好 就求主帮你 不断继续下去 我说这个例子 我不是夸耀 是完全是感谢神的 就是说 有人上到天堂 看到这个 这是我为他祈祷的 上网看关子妹 尤以牧师 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分享 他上天堂 看到这个 《赏赐记录冊》 他看到他的一本 他就说 因为我帮他灵命更生 经历圣灵 释放邪灵 接着他就听到耶稣的声音 又上天堂 他就说 我想看一看牧师那本 耶稣就叫天使拿 他来到 有厚 有包金 上面写着 我的爱子 又是我的名字 我听完我都是神 我不配 我真的不配 我有犯罪 我得罪过你很多次 但当我被神经历改变 更生之后 我心真是神 我不想再犯罪 其实以前我都是处理罪 不过很多脱漏 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有处理罪 是脱漏 但我现在 我是尽快尽快处理 一旦有罪的意念 立刻处理 而且真的完全听神的话 我是觉得 不是我好 是神给我机会 提升我 神今天也给大家机会 你想不想这样 对吧 你想将你的想智记录写着 我的爱子 我的爱女 你想不想 这样的时候 你就说 神亮 我走完你的路 我听完你的话 我亲近你 我有什么可以立刻处理 其实是没有一样的处理不了 是走不掉的 没有人走不掉的 对不起 他比头快 好 这个罪 其实是影响整个人的 罪或者负面思想 这个大脑可塑性 是我们应用在情绪 处理罪 处理被人的影响 都一样的 原来任何负面的事 都使我们破坏 我们的神经 我们的脑 破坏身体 破坏我们的情绪 破坏我们的遗传因子 整个人被破坏 有没有发觉那些人 经常不开心 又枯干 又快脑 样子又粒陷 我已经67岁了 但是呢 神都比我还很多肌肉 还可以打网球 打得很够力 但是有很多人 你有没有见过他 真的很快已经枯干了 就是因为他整个生命 是破坏的 被罪破坏 被负面思想破坏 有没有发觉 开心的时候 人是舒畅一点的 但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会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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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破坏我们的生命 所以 犯罪不单止破坏同神关系 是破坏整个人 将整个人变坏 变差 对不起 而一点很重要 就是真心护忌神 射灭 第一步不是靠自己 是耶稣射灭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 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射灭我们的罪 是信实 是公义 他一定做的 我要一个形容 你开灯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 我今天想想开不开灯 你会不会开灯制 一天就开不了 会不会这样 不会的 除了坏了 他不坏是否每天都可以开 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神都一样 神是完全跟着他的法则 当人真心悔改 他一定赦免 是没有改变的 只要我们真心悔改 有些人不是的 一边想着 我一会再犯罪 但我现在求主赦免 我一会再犯 这样的心 这不是真心悔改的心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想着 我明天都会再犯 再骂他 但我现在求主赦免 我不要骂他 那时候他不是真心悔改 我们真心悔改 神真的是赦免 而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痛悔的心 大家看这个图 我觉得很好 有人画大卫的悔改 他画得很好 就是让你感受到 他那种伤痛 畏罪的伤痛 大卫 其实他犯的罪真的很大 有犯奸人 有杀人 但为什么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呢? 就是因为他真的肯悔改 和很珍惜神 其实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肯有不完美 只要我们现在开始悔改 真心认罪 你就不要这么想 我现在又悔改 不过我将会犯过 又再悔改 总之最终我也悔改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 起了又拆 起了又拆 到最后剩下很少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由现在开始 一路听完神的话 你的生命很不一样 你会发现很多神的恩典 性的罪 靠着爱我们主在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性有余了 如何得性呢? 首先动力 这四项我们一起读 神极爱我 珍惜自己 犯罪必破坏 遵从必蒙福 这个动力是应用在所有的东西 永远要记得 神很爱我 我很宝贵的 我要珍惜自己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而遵从神一定蒙福 这是不是圣经的真理? 四项可以不看着 可以不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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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极爱我 第二 珍惜自己 第三 犯罪必有破坏性 遵从必定蒙福 好了 神给我的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时间停止犯罪 这里大家有左手边 罪的意念 罪的言语 罪的行为 就是当有一个罪的意念 罪的意念都有几种 很多种级数 有一种级数 就是有些人不喜欢他 第二个级数 很厉害他 第三个级数 排斥他 第四个级数 在想想如何对付他 这些都是思想的罪 问题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 当一开始 一不喜欢 立刻发觉有问题 立刻悔改 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过程 有没有留意这个过程 开始不喜欢的人 他做一件事不喜欢 但很多人就会有一个借口 他这么坏 搞错 这个人真的弄弄我们 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这么坏 我要如何对付他 而不是想如何祝福他 这个 Rick John 这个《末日决战》 他有一个图 他有见到一个遗像 他就说 那些基督徒有邪灵在他身上 他就喷这些东西 喷到其他基督徒 他就攻击他们 当他跌在地上 就踩他 攻击他 攻击他 你弄错 你犯罪不好 就这样攻击他 然后他一跌 他就说 你看看你 你不听话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基督徒 看到人愈犯愈弱 是否这样 是否应该这样做 不是应该去 求神感动我 如何去帮他 就不在心里 很生气 这个基督徒 的时候 生气 拒绝他 不给他机会 这就是罪 也就是 祝福人 就是心里 总是想祝福 如果他有很严重的罪 我们就想如何保护教会 免受这个人的影响 但不是去生气 不是去憎恨他 不是去憎恨他 都是希望挽回他 但事实上我见过很多人 受伤害就是在教会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有恩典和律法 但他只是律法 他不好 所以我恨他 我恨他 我要排斥他 我们有些情况需要排斥 但我们要用爱心去挽回 就是说 有些地方我们不让他做一些事情 因为是为了保护 但是 大家有没有留意 当有一些不喜欢的人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意念出现 有没有留意到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 这是学习 我自己很留意到 中文的那么多不喜欢的人 或者有些人觉得 不服务 不信气 有些是烦恼 大家会不会留意到 这些意念出现 你一留意到的时候 立刻拦阻 但有些人就会有藉口 那当然是犯 我是人你 我犯人你 当然是犯 这是一句大话 犯人 当然是犯 这是大话 基督徒是否一定要烦 不是 所以这些大话 我们不要相信 很多人相信了很多大话 他虽然是骂他 这是大话 总之 总是有藉口 这些藉口 就是说 我有原因要做错 一样不好的事情 这样的时候 这是一个藉口 所以第一时间 一有罪的意念 立刻处理 下一步就是罪的言语 就开始吵架了 或者有时要激一下他 顶一下他 让他不舒服一下 要报复一下 接着就是罪的行动 很多角类 这里有说到打妻子 或者离婚 或者夫妻 开始喜欢另一个异性 未必跟他有性关系 但看到他就很纯眼 看到太太丈夫就不纯眼 喜欢跟他聊天 跟丈夫太太太就不喜欢聊天 这个已经是犯罪 即是说 把自己的婚姻 放在垃圾桶上 已经是犯罪 但很多人说不是犯罪 因为他觉得 我要犯奸人 不就是犯罪 他没有想到 不珍惜婚姻也是罪 一起说 不珍惜婚姻 也是罪 这就是锁匙 一有罪的意念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今天有没有罪的意念出现 有时候很简单 走到红楼灯 一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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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也是罪的吗 那是规决神的名称 就是令他激气 如果一个人经常激气 今天上班有没有激气 有时候见到人的东西 也会激气 这也是罪 大家赞不赞成这一点 即是说激气 虽然 在普通人来说 是绝对会激气 不过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会处理生命 所以我们会处理生命 不让自己在激气里面 其中一个原因 很多人犯罪 就是因为不服气 不服气 不服气 那如何处理 我将过程讲出来 就是如何处理 首先就是明白这个观念 这个我可以一起读 越不服气 越多破坏 神越不起越 越辛苦 越不能补偿 就是说 我深信这个观念 用圣经的观念处理 圣经的观念给我们就是 我越不服气 越不脚 越多破坏性 神又不喜欢 越辛苦 就越不能补偿 损失更多 有时候 他拿走我很多东西 我越激气 就更多了 对吧 下面又怎样 神知一切 我就放手 祝福对方 神会补偿 神会给我们 所以不用激气 有些人说 那你就变成了不是人 你也没有反应 其实我们一样有反应 我有反应 我有不服气 不过问题就是 我是否继续不服气 我们会有激气 激气我形容是什么呢 好像警号灯 响钟 有很热 譬如这里 周围的热度很高 有烧着火 有烧着火 那个警钟是否会响 那你响的时候 那你怎么做 继续响 不是 你找一下哪里 有烧着火 我立即去关火 这就是一个方法 同样我们也是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反应 就是因为有些地方不妥 我会激气 因为有些地方不妥 我就去找原因 处理了之后 让这个警钟 不会继续响 警钟就是我们激气 不开心 对不起 如何处理罪呢 一起读一下 犯任何罪 必有破坏 留下污点 神不起悦 主你内心 马上停止犯罪 神必看道 神必赏赐 犯任何罪 一定有破坏性 几少的罪 就算你坐在那里想 那个人很坏 神已经不喜欢 已经是不好的 心里面 哎呀 我真的没有用了 我自己没有用也是罪的 我又没有害人 我只是说我自己没有用而已 但这就是贬低了神的创造 神在我生命中说 我贬低了 这个也是罪 这样的时候一定有破坏性 就会留下污点 在我生命中留下污点 神就不喜欢 那么处理内心 我立刻停止犯罪 神就看到 神就会赏赐 神就会祝福 看上来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是很简单 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人还是犯罪呢 是不愿意 不肯 不看到罪的严重性 基本上是这些原因 我是要生气他 我是要什么 我是要去看色情的东西 我是要去伤害他 我是要这样做 我是要 就是那种硬颈 就是不会看到罪的破坏性 这样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破坏性 好了 如何处理愤怒而处理 愤怒也是罪 愤怒其实牵涉到感情或伤害 就比较复杂一些 首先人在愤怒会有什么呢 会有委屈 受伤 痛苦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受伤 不过 最好愈快处理愈好 就是怎么样呢 我曾经在礼拜六说过 就是说 别人得罪我们 不要被他打低 这个形容 打低了 很惨 很惨 被人打低 最好不是这样 而是说 当我们 他一说一句话 他说你没用 那我立刻说什么呢 神体中我 他说我没有用也不要緊 四两四千斤 他说没有用也不要緊 神体中我 没有所谓 他说我没有用也没有权并 我留意吧 我自己尽量改善 多谢你提醒 这是正面的 而有智慧的方法去回应他 我不受伤害 但有很多人都会依然受到伤害 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 那些是垃圾 不需要放在心上 他不是垃圾 他的说话是垃圾 他的说话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就是 不会受这些委屈伤害 但是已经受了 我们就要处理了 如果受了就要处理了 然后求主医治 释放我们 被主更新 然后转过来 我看出他 遗恕他 修补关系 哇 是不是很难 第一 医好自己 第二 能够在神里得到释放 然后我祝福他 这是德性 但是这个德性 是一步步学习的 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1998年 因为我第一个太太 她已经识勞归主 她适应不了香港 我要回来 离开香港 因为我在外国很多年 我在外国的时候 发展是慢很多 我在经历圣灵的时候 在香港 真的很多的侍奉 立即很快 也会宣教很多人的改变 但是在那十年的时间 神要我处理生命 也会教我如何学 如何不仅我自己处理 我会告诉别人 如何处理 你发现我 关于处理罪 或者处理人的问题 我都说出过过程 为什么呢? 我是留意我如何处理 我留意我如何被人伤害 然后我留意如何处理 我能处理你 那你就能处理自己犯罪的过程 我就能处停止犯罪的过程 甚至让我这些教导 我就很想 能够传给更多人 亦去列国去训练人 我希望大家听到 其实你就可以应用 但一定要反复思想和刻意处理 真的做得到 我自己也是 其实我是一个很受伤害的人 我小时候因为家庭的父母离婚 然后继母来到很多吵架和吵吵 我就发了恶梦 有梦游是很严重的 但是神可以完全医治我 这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 神可以完全医治的 好了 现在我讲一些实际处理的情况 我自己和大家可以讲一些例子 我讲一个就是 很多男性都有的情况 看到一些异性 一些美女 一些很性感的人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是一定有吸引 一定有吸引的 因为神做人 是有吸引的 就是我们眼目会看到有吸引的 但是当我经历圣年充满之后 我未经历圣年充满也有处理的 不过没有处理得这么透彻 在我经历圣年充满之后 我知道我每一次看到的异性 我立刻有不好的意念 这个立刻有破坏性 我立刻在心里就说 我不要去望 不要去想 我祝福他 我放手 我心里就轻散 我心里就轻散 我心里就赞美神 有平安喜乐 我立刻在那时处理 但有很多基督徒 就一直追着看 我心里说 那个女孩 总之被那种东西吸引了 就偷偷看 偷偷看到 哈哈哈哈 他还没下车也多看一眼 看一眼看一看 这种心态我们人也会有 在网上的色情是太容易 没有人看到的 不过是神看到的 保罗神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气 让天使和世人观看 这个仕途要让世人看 那是不是仕途看完我们就不用看呢? 我自己很相信这个经文 是全世界的人都有一天 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逐个逐个看电影 我们在神面前 但是那套电影是我们自己 做回以前那些 如何偷偷看、偷偷摸 如何生气、烦恼 当我们回想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丑怪 虽然在天堂那里 神是赦免了一切的罪 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人赦免了 但我也在想 真的很丑怪 神帮助我不要再犯罪 在天上的时候 神会说 你看他有多少努力 他真的处理生命 一旦有罪就立刻处理 是不是更加好? 所以当我们真的有罪 那个瑞利和法利错人去到圣殿的时候 一个就猛夸自己 但另一个就不敢望天正 在那里扔心口 求神赦免他 这个神就捍卫 这个汉为公义 就是我们真心悔改 又真心处理 我自己也想起很多罪 我每一次 实际上我真的坚恨这个罪 求主完全赦免 求主也释放我 我完全处理这个罪 不要再犯 以及更正 去祝福这些人 就是我每一次想起这些罪 我都会立刻再处理 以及我决意以后如何处理生命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动力 以及有些伤害我的人 我就会看出他们 我会去原谅他们 祝福他们 亦我自己 有想过 我对有些人不太好 我就会去祝福他们 去祝福他们 跟同工分享 有些跟同工分享 很激励性的 说到他们的事逢如何好 其中一个分享 我听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 真的很平凡 生命都没有更新 当我一想到这个意念 立刻神的意念就到了 你是谁 祂的改变是我带来的 你的改变也是我带来的 祂的改变未那么大 不过祂也是我改变的 你是谁去批判祂 我立刻求祂赦免我 不要给教 其实我有的都是祂给我的 我立刻求祂赦免 我走过这些教会 我都未必认同祂 但我就祝福祂神 祝福祂 祝福祂 曾经有逼迫我 因为我在传统的教会 我是做牧师 我是教神学 我是负责 即是那些牧师 传道 他们能够按立的 我是负责那个部门的教导 但是我自己后来被排斥 在教会 每个人都很欢迎我 是有人在行政中 他就要对付我 我也曾经在想 这个人将来 将来可能要接受神的审判 可能有些病都未定 我一有这个意念 他可能有些病 我立刻神就提醒我 你不要想起这些事情 祝福祂 要恕祂 我祝福祂 祂能够按照祂的方式 在神面前神欢喜 譬如为人祈祷 很大的经历 心里面有一种 很舒服 很开心 没有什么经历 为什么会这样 总有这些经历 我们有多少是放下自己 有多少是骄傲 有多少是谦卑 我就提醒自己 每一次都是神祢做功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他没有经历 不要紧 交给神 轻省一点 这就是轻省和 将荣耀归给神 是否不容易 你为人祝福 或者你辅导的人 真的想耶稣 我们欢喜是应该的 不过有些 我这次很厉害 这次做得很好 这种心态 是不是有骄傲 其实我们人都很难没有骄傲 还有很难没有那些自卑感 是不是 那怎么办 立刻就求主赦免 神啊 我自己的严重 求祢赦免我 我真的归荣耀归给祢 是祢做的 是祢的工作 就是我刻意地说 是神祢的工作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就是这样 就处理了 但有些人就是不处理 他就整天都说 你看我 恩告多强 你看你 祈祷没有过效 有什么用 不爱主 就是这样 这样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批判的心态 踩下人的心态 这样的时候 他神也不喜悦 但是他一直扩大 一直扩大 有没有发觉有些人的骄傲 或者他自卑 或者他奋恨的人 一直扩大 有没有发觉这个情况 最是会扩大的 最不会停的 你留下他 他一定会扩大 他就像一个骆驼 伸了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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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你踢出去 魔鬼就是这样 罪就是这样 我现在刚刚分享一些 其实我还有很多这些故事 大家有没有一些情况 你觉得难处理的 可以拿出来 我们可以回应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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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道德的問題 就是這個道德性 我的看法和社會規則的看法 很多人可能覺得是有不同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在香港未曾有交通燈之前 我們走路是一邊走一邊 總之沒有車就走過去 地是屬於我們的 但因為現在車多了、人多了 所以就會有這個情況 我自己覺得這是通常遵守的規則 至於極端來說 你可以去到一個極端就是 因為聖經有說到順復掌權 順復掌權是到了什麼位置 這些紅紅燈是否犯法和犯罪呢? 這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這是因為人類的情況 所以現在有這個情況 但以前這個地都是我們 我們都可以這樣過馬路 總之我告訴大家 有兩種看法 但我的心就會這樣說 我們是在盡量可以的仇 去盡量地做 我這樣說 當你真的很匆忙 你沒有辦法的仇 你真的過了 你又求主赦免 我又覺得這個可以說是一種罪 但我亦覺得這個罪和有些罪是不同的 它不是破壞人的 它是一個規則的問題 就是規則的情況 但是可能有些人說 不是,耳牧師 我認為每一次都一定要遵從 就算你全條路都沒有人、車都一定要停在 我覺得是好的 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也認同 這個情況跟我們很多犯罪有些不同 這是一種規律性的規則 不是真的一種道德性 它不是一個道德性的規則 是一個安全性的規則 希望大家不要用這個東西 耳牧師 在某些情況下 你可以過不得了 我希望大家 這件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 有沒有其他的? 我相信這不是影響你最大的罪 我想這個 我想我們大部分 不是在這些問題上 而是在其他問題上 我想說有些實際難於處理的事情 我講的例子就是曾經有些人得罪我 可以說這樣 他得罪我9.9% 可能我有些地方不太好 或者態度有些不好 或者我不止1% 但我也選擇道歉 這也是我其中一處理生命的地方 就是我選擇道歉以致不要破口 OK 大家有沒有其他的? 我很多時候跟人處理困難的人物的時候 我都經常想起我有沒有做錯 很多時候我都會想起我有沒有做錯 我都反省 有時候我都會問其他人 尤其是我太太 有時候她會給我意見 就是說這件事我有沒有做錯 我怎麼處理 我都會 很多時候都會 想起我處理的事情有沒有過分了 我們也可以 我不知道時間是怎樣的 我想有時候在小組討論 他們真的會說出罪 其實最重要是我們大家實際的處理